第二点,修课资料工作表 修课工作资料工作表其实就指的是这一个 这个里面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那他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里面是空的嘛 所以他说请你帮我复制与班译 所以他主要是要你做复制跟班译 那复制哪里的呢 学员基本资料的工作表的栏位资料 哪两哪些呢 学号跟姓名分别复制过来到AB 所以第一点我们先做 也就是说把学员基本资料工作表的AB两栏 所以AB两栏怎么复制 记得一样点选上方成为一个黑色向下箭头 再向右拖拉这AB两栏 然后你怎么按右键把它复制 或者按Ctrl C也可以 然后呢,切到修课资料之后 再到A1的地方 或者这样点一下A1 然后把它贴上,贴上就Ctrl V 或按右键贴上 这个时候呢,那A跟B栏就有了 OK,第一个我们就完成了 第二个要做什么呢 它说,将上课期别跟班别 上课期别跟班别分别放在 它说班移哦 OK,所以特别注意 班移跟复制不一样哦 复制的话呢 是保留旧的 就原来它也 那班移的话就是把它移过来 所以要减下 OK,特别注意哦 它这个关键字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把这个上课期别跟班别 这两个栏位 上课期别跟班别 然后搬过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课期别在哪里 上课期别跟班别 这两个栏位怎么样 不是复制哦 记得按右键哦 把它减下 再到那个修课资料这个工作表的C1 点一下 一样把它贴上 OK,你会发现原来 这两个因为搬过来 所以 切过来之后这边应该是变空白了 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它其实只是要考你 会不会把那个 其他的工作表的资料放在另外工作表 OK,然后A部分就完成 那B的部分的话 它说什么呢 设定储存格 B2到B120 的储存格 其实就是修课资料 B栏的部分 跟学员资料的那个什么 D2是一样的 D2,我们来看一下 学员基本资料的D2在哪里 在这里 D2 那它的颜色是什么呢 它说它背后的颜色 背后颜色其实就是油漆桶 所以呢 其实你会发现油漆桶 它的油漆桶 点下去之后 它告诉你说 它的颜色是这一个 有没有 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修课资料里面的 B2 到B120 做一样的动作 所以我们先知道 它是这一个 那我切过来修课资料 把B2 到B120 那如果我要把 B2到120 选起来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拉 不过这样拉我不建议 因为它可能会过头 也可能会 就不好 不好选取 我建议各位 可以记得一个快速键 游标放上去 什么呢 Ctrl Shift向下 有没有早上有讲过 如果上过早上的课应该说 Ctrl Shift向下 那这个动作实际上就整个快速的把 这一整栏的所有的资料选起来 选到最下面 OK 然后做什么呢 油漆桶 把它设定跟它一样 就这一个 再把它点一下就可以 叫什么 金色辐射4 较浅80%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再来的话 做什么 做完之后 在设定什么 框线部分 所以它就设定A1到D120的外框线 为 次出框线 次出的 然后颜色的话 黑色 文字1 这个怎么做 切过来这边的话记得 修课资料的 外框线 所以它说A1到D120的部分 所以有几个方法 你先选A1 再按Shift键 这样也可以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A1 这个我觉得 比较推荐 Ctrl Shift 刚刚是向下 你多一个 Ctrl先向右 Ctrl先向右 再向下 这样也是全选 这招比较好用 游标放A1 Ctrl Shift按住 先向右 再向下 然后做什么呢 外框线 框线的设定在哪边设定 在这边 不过你会发现外框线 预设已经是框线了 不过不是从这边 要刺出框线 这边有没有刺出 没有 其他框线 然后找到什么 刺出 这个是最初的 刺出是这个 然后颜色的话 它说要什么 黑色文字1 应该这一个 OK所以这辈子 1 把这个选起来 Ctrl-Shift向右 向下 2 点选这边的 其他框线 再去选取刺出 1 2的话选这个 3选外框 按确定就OK了 好 我们试一下 OK 所以 1点它 2再去点 这个 黑色文字1 再去点外框 外面就有个外框 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就完成了 再来 这个就OK了 最后的话 什么呢 指定 储存格 D2到D120 名称叫 班别 怎么做 D2到120 所以D2 D2在这里 班别 所以 班别两个字 偷懒一下复制 然后呢 怎么给它 D2 Ctrl-Shift向下 到D 刚好最后是120 整个选起来之后呢 这个范围呢 我要给它取个名称 取名称怎么取呢 特别注意喔 如果将来呢 你要把这个范围 变一个名称的话 叫班别 你记得呢 取名称 定义名称 就在这里 这个叫定义名称 的四窗 所以我直接 1选取范围 2在这个名称方块 这个叫名称方块 3把它输入叫班别 Enter过之后 那以后 这个范围 就叫班别 我怎么知道 这个班别 名称有进来 你可以从公式 名称管理员 这边就有班别 然后你点下面 这个是名称 这个是范围 范围出来了 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你可以把它删掉 从哪一遍 OK 所以第2题部分 又稍微有点困难 所以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这个 复制跟 这个班营应该没问题 这个可能记得 这个是复制 这个是减下 然后 颜色部分的话就是 这个范围 Ctrl-Shift向下 这边改成什么 常用里面的油漆桶 改成这个 然后 C的话 就是刚刚框线部分 框线部分就是记得 把整个选起来 A1 Ctrl-Shift向右向下 然后呢 这边记得 改其他框线 1 2 3 4 就可以了 再来 最后就是 那个 班别部分 Ctrl-Shift向下 记得 游标先放D2 Ctrl-Shift向下 然后 班别输入Enter就可以了 画面先放评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